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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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百年好彼一瞬間 繁華擁擠 指引勇情開身 曲 李宗盛 望流水 好似流年 浮雲恰似浮現在眼前 我站在山頂 扶手望 秋風望淚焰 望百年好彼一瞬間 繁華擁擠 指引勇情開身 望百年好彼一瞬間 繁華擁擠 指引勇情開身 繁華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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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w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朕主子 但愿这封锦帕能为你骑来齐天红服 淳源 这封锦帕绣得真美 但愿借你的吉言心向事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后几下 皇下几下 皇帝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你可要选好了 是 皇阿玛 皇帝选中的皇后 赐玉如意一饼 阿玛 安玛 皇帝选中的皇帝选中的皇帝逝 chop 皇帝选中的皇帝选中而 loves 皇帝选中的皇帝选中里 皇帝选中的皇帝逝中的皇帝选中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下意旨让她当了玉秀方的催领 江南的姑秀好啊 老佛爷 三年一度的绣娘预选该开始了吧 要不要让奴才再到江南为您选一些绣娘来呀 伺候太后更衣 是 好 此事就交给你去办 你可要选好啊 这刺绣的真法呢 大概有二十几种啊 嗯 可是我们估计啊 在这二十几种的基础上 又演变出了几种 啊 你看 那个呢 叫套子 它的特点呢 主要是用于针匠的东西相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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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啊 这鸟树 是可以教你绣呢 还是教你针法啊 你怎么心不在焉 你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乌绣真传呢 你给我好好用功 走 过来 好好给我看看 啊 这种针法会施针 如果绣鸟的羽毛的时候呢 这种针法啊 先在铺锈的底子上 然后呢 再加绣鸟的羽毛的针路 这样啊 层层师绣 就能表现出羽毛的质感 啊 你给我好好看看 嘘 这种针法叫滚针 滚针呢 也叫取针 扣针 咬针 哎呀 我袋子 你会让你的质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住 站住 爹 您追谁呀 哎呀 有人盯上咱们顾家的宝贝锐鹤图了 哎 你呢 还 还不是为了他 他从绣坊里逃出来 爷爷 爹 你们就放过我吧 别让我学那玩意好不好 胡说 姑家的人不学秀 你就不配做姑家的子孙 那我以后学行不行啊 不行 现在就要学 我摔伤了 我气不来了 我睡不了了 哪儿伤了 爷爷 刚才我被那个大辫子撞了一下 好疼 估计是摔断骨头了 那就叫个跌打郎中来 不 算了 传明 你不要在我面前耍小聪明 哎 爷爷最恨那些奸雕耍滑的人 嗯 姑家的规矩 不论男女老少 一是秀 二是秀 三还是秀 你听见了没有啊 听到了 还站着干什么 去修房 爹 今天就算了 他娘该吃药了 去吧 给你娘送药去 是 爹 您看清楚那个人没有啊 没有啊 只看见一双眼睛和一根大辫子 娘 该吃药了 传明啊 学堂的事怎么样了 哎呀 别提了 爹都不让我回洋学堂念书 他说我把辫子都给剪了 不像姑家的人了 你知道吗 你爷爷让你从洋学堂回来 就是想让你继承姑家的秀业的 嗯 娘 要不然你跟爹说说吧 还是让我回洋学堂念书吧 我一个大男人将来总要做大事的 整天围着什么秀啊 丝啊的 会有什么出血 我怎么能说动你爹呢 吃药吧 是啊 好 弄得你都走火入魔了 娘 如果我当绣女您同意吗 别说你啊 进不了这个绣坊 就是能进了 娘也不让你去 娘 您想啊 如果我当了绣女 哥哥就可以安心上学了 您就不用那么辛苦磨豆腐了 娘做豆腐做惯了 不辛苦 娘可舍不得你去啊 别看这绣皮很漂亮 可是这针针线线的 绣的都是精气神 那些绣娘姥姥 谁不是弯腰驼背的 眼睛坏的 娘不能让你去 娘 我喜欢绣 喜欢也不行 娘 都听了啊 入夜之后也严加看管 是 干嘛要这么多人守在这儿 还不是为了那幅图 爹 爷爷 是什么宝贝要这么保护起来啊 你知道这是一幅什么图吗 我知道啊 宋慧宗的锐鹤图 你曾祖父啊 最喜欢宋慧宗的话 宋慧宗的花竹鸟兽的公笔画呀 你曾祖父啊 都曾临摹绣过上贡朝廷 为此还得到了先帝御赐的经典 琴秀江南 你曾祖父 生前最大的愿望 就是秀一幅锐鹤图 因为锐鹤图 它可以施展 姑秀独特的真法技法 爷爷 真有这种秀痴啊 这话你倒说对了 你曾祖父是秀痴 你爷爷是吃秀 你爹是不吃不秀 你呀 我是不秀也不吃 放肆 爷爷画了毕生的积蓄 才得到这幅图 要秀出锐鹤图 意再将孤家的秀法 带带传承下去 绕了绕 有人得知了我们有这幅图 要想看一眼 爷爷都不准 为此还找人记恨呢 我知道是樊家嘛 对 那个樊义太从来没断过 看话的念头 绿珠 你找啊 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 你看 肥颜都过熟梢多远了 你才来 哪有月亮啊 没有月亮嘛 我有点事儿来晚了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你说 究竟有什么事儿让我等你那么久 对不起对不起 让你久等我 我向你赔罪 传明 我告诉你 你是我的 什么什么 我是你什么 你是我的随从 要听我的调遣 今天嘛 我是给你送礼物来了 这是我绣的 用了我一个月时间 手都扎破了好几次 好看吗 挺好看的 不过 这个花色大男人家的太花了吧 怎么会 呃 带起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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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行 不行 一定要带起来 带起来 好 好 我自己来 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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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开 抓贼啊 救命啊 抓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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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放开我 抓贼啊 救命啊 大少爷 你是谁 哪人 我叫神兰兴 是夏河村的 夏河村 你家在夏河村 干什么的 我爹没了 我娘 做豆腐卖豆腐 你说 你家是做豆腐卖豆腐的 夏河村 家家做豆腐卖豆腐 你三番五次 想干什么 我 我是 我是想偷 偷东西 是 偷瑞赫图 啊 不是 哎 我是想偷 古老太爷的修计 很好笑吗 你刚刚都把我的手扭疼了 对不起啊 大辫子 不 对不起 沈兰心 我吓着你了吧 不管怎么说 你私闯明宅 就要受罚 你想公了还是私了 顾老太爷 我想私了 私了吧 那就要罚你了 爷爷 不要罚他了 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爹 既然有人替你求情 我也不为难你 来人哪 把他送回去 不 顾老太爷 还是罚我吧 我愿意受罚 求求您还是罚我吧 真奇怪 听说过要奖赏的 还从没听说过 求惩罚的呀 求惩罚的呀 求求您还是罚我吧 求求惩罚的呀 我是真心诚意的 想受罚的 不过孤老太爷 这个惩罚的条件 可以让我提吗 你要什么惩罚 罚我在孤家做绣工吧 老爷 喝身汤 去去去去 去把立如给我找回来 哎哎哎哎 小马 我爹呢 在里边生气呢 你快进去看看吧 哦 嗯 嗯 嗯 爹 我回来了 说 这么久了 上哪儿去了 嗯 我到各个秀房看看 去取经啊 你还在骗我 我已经派人到各个秀房去找你了 根本就没有你的人影 说 是不是看孤家大少爷去了 对 这 孤传明这小子 他是不是缠上你看上你了 他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找他算账去 爹 你站住 是我看上他缠上他约他见面的 啊 哎呦喂我的傻闺女 你是不是真的在犯傻呀 绿珠啊 你是有才有貌 你还是千金小姐 你配个三四品的关老爷爷都绰绰有余 你怎么就开上孤家的臭小子了呢 哼 他除了长得细皮嫩肉的 他有什么好啊 我就喜欢他 就喜欢上他了 胡闹 闺女啊 你一生下来 爹就给你算过命 你就有做贵妃娘娘的命 你知道吗 贵妃 我在这小镇上 怎么进宫做贵妃啊 做绣女进宫啊 闺女啊 过两天朝廷又要选绣女了 爹为你准备了这幅画 让你好好的绣 如果你的绣品被皇宫选上 你就可以进皇宫做绣女了 做了绣女就可以当贵妃娘娘了 做贵妃有什么好 做贵妃好啊 做贵妃要什么有什么 这好这好 做了贵妃之后我就要传名 刘兰兴 你进孤家绣坊 必须遵守三条规矩 是 一 孤家的绣技具有其独特性 私密性 不得外传 是 二 进了孤家绣坊 绣品不得外留 是 三 要进孤家绣坊 先从磨针开始 磨针 实在对不起啊兰兴 因为我误抓了你 害得你在我们家受罚做绣工 你说情愿受罚 是不是怕我们家罚你钱啊 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跟爷爷和爹说一声 不准他们罚你钱 让他们放你走 哎 干嘛放我走啊 别放我走 我好不容易留下的 其实 大少爷 我早就想到孤家绣坊来了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 多看你昨天抓了我 我才有机会留在孤家绣坊 当绣工的 原来你是想法子 要进我们家当绣工啊 你可真够聪明啊 不过你不用谢谢我 我应该谢谢你 你知道吗 我从小到大 就从来没有见过爷爷笑过 今天我居然见到他笑了 这是你的功劳 真的 嗯 那你怎么谢我啊 你想我怎么谢你啊 哎 带我参观一下 你们家绣坊吧 吃餐 啊 啊 来 哎 在哪啊 在这儿呢 进来 进来 哇 这么大啊 嗯 你看 林平轩 林平轩 哎 前面是我娘的房间 你娘长什么样子 我娘长得挺漂亮的 就是身体不太好 我带你见见她 不用了 不好抱 没事 只要你不大声说话就行 你娘 娘 娘 这是新来的秀宫 叫兰心 太太好 姐姐 你这是怎么了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姑娘 哎呀你 你又犯糊涂了 这十几年一直躺在床上 连门都没出过 怎么可能见过她呢 娘是有的 不过 怎么看这姑娘都面熟 好了好了 面熟面熟 来来来 先坐下啊 先坐下 见了女孩子都这样 先拐吧 没关系 娘 您要是喜欢她 我以后经常带她来看您好不好 好的 好 那我们先出去了啊 太太 我先告辞了 走 大少爷你先去忙吧 我要看你摩阵 哎 摩阵有什么好看的 不好看 你老是看着我我都摩不好咯 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啊 哎 别动 你的眼睛和我娘的眼睛长得一模一样哎 传明 绿珠 你怎么来了 有事吗 没什么事 哎 你那个杨学堂放几天假 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我爹不让我回去了 你等一下啊 你家新过来的佣人啊 不是 她是新来的旧宫 一看就知道是个乡下野丫头 你说话客气点 她是我新认识的朋友又没招你 不可以 她怎么配做你的朋友 我不允许 奇怪 她做我的朋友为什么让你允许啊 你是我的 你要听我的 你只可以和我好 不可以和别人好 你在说什么啊 你也太蛮横了吧 对你我就蛮横了怎么样 哎 哎 传明 你拿针干什么啊 噓 蓝心 就是那个新来的秀公 爷爷发他磨针 他磨得两手都起泡了 我给他拿了点磨好的针去交差 我给他拿了点磨好的针去交差 这是磨好的针 剔下你手里没磨的针 拿去交给爷爷 那怎么行呢 这种事情是一分功夫一分活的事 莫能偷懒的 我说行就行 爷爷 蓝星的针磨好了 知道了 一套针磨好了 您看看磨得怎么样 不用看 我就知道磨得怎么样 您不看怎么知道啊 仓房里的针都是我磨的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爷爷 若要人不知 但是除非己莫为 早就有人告诉我了 该死的绿珠 站住 叫你爹过来一次 大少爷 没骗过你爷爷吧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忘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 磨一套针需要多少时辰 你的手真的给磨破了 没事 不不不 你看 真的没事 好多血啊 没事的 大少爷 不行不行 你不能再磨了 没有 再磨就出好多血了 没事 大少爷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蓝芯 蓝芯蓝芯来 蓝芯 蓝芯来 蓝芯来 蓝芯姐姐 你为什么要推我 蓝芯姐姐 哪里 你没站稳吧 蓝芯 你太过分了 我喜欢 我喜欢 蓝芯 蓝芯 你没摔着吧 没事 爹 您叫我 松普啊 听秀方之间传说 朝廷马上又要开始选秀了 以孤家在和塘镇的地位和身份 孤家应该有女进宫啊 但孤家没有女孩子了 我想让韩湘他们一家回来 让外孙女萧萧秀一幅秀画 如此也算孤家有女进宫了呀 好的 爹 我马上写信 让妹妹一家人都回来 顾老太爷 我的针已经磨好了 您看一下 好 这些天让你磨针 看得出来 你是个静得下来的姑娘 你现在可以去秀方了 真的老太爷 谢谢 这么爱秀的姑娘 应该收在孤家才对呀 老太爷 我现在能去了吗 不着急 不着急 你先把绣针洗干净 包好了 送进仓房了 你就可以去秀方了 我知道了 谢谢老太爷 你先把绣针给了 Medicare 你好 好 你怎么能缴走 你的鬼 絕好 你不可 太太早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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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为我生了个儿子 不是生 我生的是你啊 儿子 这就是我们的儿子 你是孤家的大功臣啊 太太我来了 太太 喝点水吧 谢谢啊 您好些了吗太太 我好多了 这是老毛病了 不要紧的 太太 您身体太弱了 都是生孩子 老小的病根 你娘身体好吗 我娘啊 我娘身体可好了 我娘说她生我的那天 还在外面卖豆腐呢 结果肚子一疼 一个时针不到就把我生下来了 你 你娘她卖豆腐啊 那应该是夏河村的吧 对啊 我们夏河村 你 带一个蓝子 是 因为我是蓝月生的 我娘说生我的那一年 我们家蓝花开得特别旺 所以我娘就给我起名叫蓝星 蓝月 对 我是七月二十八生的 七月二十八 太太 您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我觉得这个日子 挺好的 娘 娘 大少爷 娘 你怎么了 传明啊 娘刚才晕倒 是蓝星姑娘扶娘进屋的 谢谢你啊蓝星 干嘛那么客气啊 太太 如果您没事的话 我先回绣装干活了 传明啊 娘现在没事了 你陪蓝星姑娘到绣房去好不好 娘您真的没事了 没事了 那你好好休息啊 太太 我下去了 我爹爹在里面我就不进去了 嗯 嗯 嗯 我爷爷在里面我就不进去了 哦 谢谢大少爷 嗯 去吧 嗯 嗯 老太爷 老太爷 您好 嗯 我的绣座在哪儿 在这儿 谢谢 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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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晕到了 我看见女儿了 什么 蓝星是我的女儿 能进宫真好 不好 为什么 这个宫 就像伊丽莎 沉入海底 你就那么在乎她 她是我朋友 你应该知道古秀芳的规矩 凡是在古秀芳做事情的秀宫 是不能私自出卖秀品的 兰兴 不管什么原因 你不能再在古家的秀房待下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少光阴流传 恩恨远远的往事 却依然浮现 我用我的情感与思念 修出你的成长 和眷恋 我用青春和容红归 修一个百年不变的语言 旧修前程 往事难回首 是修万春 修水人依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